猪排撒上柴魚片 再加點美乃滋 這是連鎖猪排店販售的套餐 但只有民眾去用餐 卻遇到這狀況 一名家長在臉書社團發文說 當天是一大兩小 到新北市新莊一間分店用餐 一共點了兩份套餐 多要一雙筷子卻被拒絕 當事人在留言區也提到 應該是孩子的身高超過110公分 才有這樣的限制 但是又有其他的網友說 我的小孩超過110公分 店家還是有給 到底是這麼一回事 不太合理 就是他既然已經可以共餐了 就應該要提供餐具 不太會去注意到那個公告 就因為一雙筷子引起民眾討論 不過來到店面看看 可以發現 我們實際回到新莊的這間店家 可以看到現在在門口 已經貼出了公告 寫說要110公分以下的兒童 才可以跟大人一起共餐 正常我是會給他們 就是讓他真的沒辦法了 原來就在門口有張貼明顯的公告 店員也說都是按照規定走 據業者總公司也回應 是按照公司的消費辦法 因此沒有辦法提供碗筷 造成消費者不便 敬請見諒 日後也會加強店員的服務意識 其實現在很多店家 都有低消跟共餐規定 消把關也說 只要業者標示清楚 就不會違法 只能說民眾進去消費前 還是要看清楚 問明白 免得吃一頓飯 卻瘦了一肚子氣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不斷探索 並且不斷探索 並且不斷探索